好我们看下一个何者属于生命现象 我把水云草泡在海底中 海底是高张容易 我把一个细胞泡在浓度很高的容易中 它就萎缩了 因为它脱水了 那这样子的东西呢 叫做水的渗透作用 水的渗透是生命现象吗 或是说水的渗透只发生在生命上吗 当然不是 所以像这个A就不是生命现象 因为非生命也可以表现类似的现象 我举个例子 我把一个气球放到烤箱加热 气球变大了 空气热胀冷缩 这是生命现象吗 不是啊 因为非生命就可以表现了 那那个水的渗透 非生命也可以表现 所以A就不是 像你们以前不是拿什么 半透膜包在什么 这叫什么 漏斗上面 然后就吸水或脱水 让这个半透膜萎缩 这都不是生物啊 没有什么 泡菜 泡菜是个好例子 泡菜是个好例子 因为你放在盐水中 或者放在浓的糖水 它会脱水 所以泡菜会变脆 因为它脱水 微微脱水 那它就不是生命也能表现一样的现象 那这样子就不能选 因为非生物也有类似的现象 它就不是生命现象 好那B为什么可以选呢 它都已经跟你讲是酵母菌 这种性菌 它使得葡萄糖 转变成葡萄酒 也就是它把葡萄糖变成酒精 这个叫新陈代谢 一定是生物所产生的效果才能做的 如果你没有这只生物 就不会发酵 发酵是生物 等一下 吐口水到小米里面 只把小米的淀粉分解成单糖 单糖要继续发酵 变成小米酒 需要酵母菌 对 所以光吐口水是不够的 因为空气中有一堆酵母菌 所以原住民是突然挂嘴之后 然后把脚搅拌打碎 空气中的酵母菌又混进去了 需要菌 因为一个人有时候会不够量 好这是B 好看猪选项 你看你会发现像这种题目 它都已经跟你讲是生物代表 像胰脏的细胞 经由基因转入转移出蛋白质 那个蛋白质叫胰岛素 我是新陈代谢 我制造出蛋白质 那个蛋白质的名字叫胰岛素 所以猪是对的 生命呈现某种有机物 因为非生物没有办法承认有机物 所以这题猪当然也是生命成能表现的 新陈代谢生命现象 那这个一都跟你讲是飞蛋 飞蛋又不是生命 对啊 所以非生命也可以有感应 所以像热追踪飞蛋 追踪热源 它不是生命的生命现象 但如果这里一改成 响尾蛇追着抓老鼠 你就可以选了 他们跟你讲是追踪飞蛋 飞蛋不是生命现象 所以这里一是不能选的 因为它在描述一个非生物的行为 好